在学校里啊,我个壁的男同学说,他爱我,他要娶我 妈妈就看着他,然后就说,这个男生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小女孩就说,妈妈,他是在班上负责插黑板的 然后妈妈就问他说,你怎样对他说 我跟他讲说,我们不可以结婚,我们也不可以相爱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都是自己人相爱自己人结婚的 你看我爸爸跟妈妈,我公公跟婆婆,我爷爷跟奶奶 所以你是我,不是我家里的自己人,所以不可以结婚,不可以相爱 小孩子是很天真,小孩子是很,有自己自己的思想 他的思想里面是没有错的,因为他觉得是这样的道理 可是我们常常在人,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常常误解了爱 我们误解了耶稣的爱是什么一回事 今天我要跟你讲,开年首一件的事情 你爱我嘛,不是我啦 耶稣问,你爱我嘛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这里太小字哦,我鼓励你自己放你自己圣经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Johan, Gospel of John, Chapter 21, Verses 15-19 我就读圣经和本给你们听 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十六节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养 十七节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啊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养 十八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竖着袋子 所欲往来 到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竖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十九节 耶稣说这话的 说这话是指着彼得 要怎样使荣耀神 说这话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让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求主 你今晚上把你的话打开 在开年的时间 开年的这个阶段 主啊 让你的话语再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在一年之际 在雨春 让我们从一个开始 新年的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的心态正确 让我们的态度 让我们对你的了解正确 我相信在这个一年 过去的一年呢 我们就能够深深的得到你的祝福 深深的看到你的大能的手 来带领我们 感谢赞美你 把以下时间交 托给你如此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大大将 阿们 感谢神 今天耶稣 问我们 你爱我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你把这个问题 调对了 你的这一辈子 过着你这一年来 2012年来 你就过得很对 你就在 上帝的祝福 过着上帝的光照当中 阿们 我们来看 基督教 死于爱 那 我要跟你讲 全世界 整个世界里面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呢 我想告诉你这件事情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世界上的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 就是爱 你所参加所有的基督教的宗教仪式 却不是因为爱 你的信仰就是死了 你可以遵守所有的教会的教条 而不是因为爱 你的信仰就变成很空洞了 你可以因为敬畏神 做尽一些讨神喜业的事情 但不是为了爱主的缘故 你这个信仰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他不跟你要求说 你今天来拜 这个神 你必须要拿 哈瓦沙青辣 你要拜红包 你要带 一只烧猪 一只烧鸭 然后你要拿水果来 你要拿什么什么来 不谈这个东西的 耶稣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教的根源 只要你爱主 你给上帝最好的呢 不是你给多少钱 也不是你在教会担任什么的任务 而是你把你的心 满满的 让 满满的是 把你的爱给了耶稣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是说呢 换句话说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爱的关系里面 你和耶稣亲密的关系 没有这种的亲密关系呢 你就堕落在宗教仪式的诅咒里面 你来只是 你来只是一个 对你好像空洞没有意义的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带你进入宗教的诅咒 而是让你跟这位神啊 耶稣有一个关系 有些人来找耶稣 是为了想要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活 不甘好水的生活 有些人为了要找平安 有些人为了要找 为了让事业更好 有些人为了婚姻美满 要改善那婚姻 来老教会来找耶稣 有些人为了要解决他经济的问题 有些人为了要得医治 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也没有错 但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就失去基督教的根和本了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所以不同 因为你不必用 用你的钱 用你的香蜡烛 哇你看那每一年他们去提供 我比赛了嘛 怎么比赛 你出的龙香一只啊 我出的龙香就比你更粗更大的 你看他们去拜神啊 他们要插一头香啊 第一支香啊 要踩很多人 要爬 我很高兴 这么可怜 全所有的人 拜了这个神 只有一个人得到祝福而已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拿到头 第一个头香罢了 对吗 但是整个基督教 你要上帝的祝福 你要上帝 特别优待你 或者看顾你 你不用插地支箱的 这里没有炉的 你不用拿一支箱 地支来跑 来插地支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上帝的祝福吗 你只要跟他有神秘的关系 你要上帝的照顾吗 看顾吗 你必须把你的关系建立好 当你跟上帝的关系 不建立好的时候呢 难怪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广东话叫 广东话说 讨讨蓬祝福啊 知道吗 所以 你的祝福 你的生命的改变 在于从那里开始 跟耶稣有一个亲密关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 就有关系了 所以你要跟上帝建议 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就没有关系了 什么都给你了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爱我你就送我这个 钻石戒指吧 多少钱 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出一半你出一半 我很好我出八十八块 你出八千八 没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的关系建立起来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不需要拿这些鸡呀呀 蜡烛啊 水果啊 来拜耶稣 他不要 他也不需要 我们对主耶稣的敬拜啊 是靠着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当你真正献上你的爱的时候 他才能够真正接受到你的敬拜 这才是真正基督教的真正信仰 有人问 牧师 我来教会 我来教会这么多年了了 三四年了 为什么我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呢 我说你有来拜耶稣吗 有 我每个礼拜都做第一牌的 你有没有看到吗 我知道你都做第一牌 但是你的人 在这里 你的心跑去外面了 你是想你的生意 想你的问题 难怪了你都没有 耶稣在领受敬拜的时候 哎 为什么他不在的 人在这里 心却不在这里的 所以 你要把你的关系跟上帝和好 也其实我在我看来 我们给上帝真的不多 别以为我们给上帝多 上帝 如果上帝真的要求我们敬拜 我们只给一个星期的 一天的一个半小时 真的是太少了 不要找理由 没有参加聚会 而要找好的理由 不要错过任何的崇拜聚会 我信仰耶稣23年 我从来不 就是培养自己一个习惯 就是我在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我都推掉 主日崇拜 就是主日崇拜 当敬畏耶和华 当敬拜耶和华 当守主日 当你对神的那种关系 坚定的时候 上帝也对你很坚定 哎呀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这是我的女儿 完全一定要去帮助她的 因为她 她对我很有关系 我一定要帮助她 上帝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来看下去 爱的体现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十五节 他们吃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看到没有 这里啊 彼得 彼得被耶稣指名 道姓的点出来啊 他不是很困窍的 啊 啊 彼得利啊 彼得林啊 彼得赞啊 彼得丹都 彼得 圣经 圣经跟人讲 没有其他人的 只有 就是你这个西门 谁是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主耶稣指出 指出了 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自觉了当的挑战 意思说 别人怎么爱我 别人怎样对我 怎样爱我 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你的 你爱不爱我 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很自觉 很个人的问题 别人爱我不爱我 没关系 彼得你爱我吗 所以我们常来教会 我们来看看别人 我们常常被别人 判导 我不是不爱主 你看他的西门 他也是这样 你看他也是这样 别人怎么样 别人的事情 我一个时候我们来教教会 我们喜欢比较 我记得我去年去 那个医保的 医保的 那个讲员的时候 有人去了教会 不小心就进了学教 一个是比较 一个是计较 我们就跟人家计较 跟人家比较 因为他做的比我少 为什么我要做 9M传道都没有来 为什么我要来 我们比较 我们比较和计较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啊 圣经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 他没有兴趣 别人怎么样 今天耶稣同样的问 Auntie Sim的女儿 Joanne 她是这样问的 她不是问别人 她是问 Destro的 不是 Joanne的儿子 Destro 她是这样问的 她很个人祸的 她不理别人 她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但是她先想知道 你有没有 OK 所以呢 意思是说 别人爱不爱我 与你无关 但你爱我 你爱我 比这一切更深嘛 另一个意思是说 你真的很单纯的来爱我嘛 没有附加其他条件和因素 我们许多人啊 很随口很随意的说 我爱你 很没有值钱的 哎弟兄我爱你 后面我恨到你要死啊 这样子的爱啊 是没有分量的 也没有 没有值钱的 特别 特别是 现今的社会啊 我听到 也很厉害啊 以前啊 我的年代 我比较保守了 因为我开始是uncle了 我们还分得清楚 什么叫爱 什么叫喜欢 老师就知道 老师在这里啊 我可以喜欢我的猫 我可以喜欢我的车 我可以喜欢我的物质 但是对于人 我不能讲喜欢 我对我的人说 我爱这个人 我爱这个 可是现在啊 现在说可以吗 因为我们把爱和喜欢都困晓了 在英文啊 like and love 是两回事来的 我们把爱和喜欢都困晓了 我爱吃家里面 连家里面都会要爱啊 你看很恐怖 家里面你喜欢就可以 不用爱的 爱是要有对象的 有活的 有反应的 家里面对你没有反应的 你爱他多深 他也不会说 我爱回你 我也是这么爱你的 别傻了 我们常常用错了 现在是 爱和喜欢都搞不清楚 你爱我吗 没有 对不起 应该是用英文讲 Do you love me No I love me 所以我们常常搞错 搞错对象 那个应该爱的 我们没有爱 我们跑去喜欢 我们应该爱 我们应该喜欢的 我们跑去爱 我们把那个次序都颠倒了 啊 所以呢 许多人把爱和喜欢 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所以在彼得回答 他回答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 刻地拦住彼得一下 让彼得 在生意诚的 往心底里 审查 他自己对主的爱 你还记得吗 这个时候呢 耶稣问彼得 这三次你爱我吗 是耶稣已经复活了 可是耶稣还没有被杀 钉死之架 在耶稣被出卖的 那一个晚上 还记得吗 有一个人很大声讲话 说 所有人都跑掉 我都不会跑 所有人不认你 我彼得 怎么样也不会不认你 是吗 这个谁啊 同样的家伙 同样的彼得 讲这句话 讲话是很大声的 我就是不会离开你 今天耶稣出现了 怎么样 你还爱我吗 看到没有 这个问啊 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之前彼得 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耶稣我爱你 所有人跑掉 我都不会离开你 第一个先跑的是他 而且不止跑掉 而且还三次不认他 圣经讲 人家说 你是耶稣的门徒 不不是 我跟他没关系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彼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说话不算话 我们的福建话叫做 不认识人 彼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不认识人 他说 我就是死啊 也不会不认你的 有时候啊 我们对主的爱啊 只是表现给别人看得了 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为了要让人觉得 哇你真的很爱主哦 哇我们特别 在教会啊 在人的面前 特别做很爱主的样子 所以耶稣在问 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一些 还要更深吗 意思说 撇除这个条件 撇除这个原因 撇除这个 你真的是爱我吗 耶稣的用意 你切切实实地 看一看你的内心 为什么在试探的时候 当我不与你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当每一件事 似乎出错的时候 到坦塌下来的时候 当所有 你所有个人的盼望 雄心意象 都被证明不行的时候 你就这么快被动摇呢 当我们在处于困扰 艰辛和思念中 我们也会做出不同的 反应或的态度 我们可能就以别的东西 来取代 坚定不移的爱 所以这是一场 真正的挑战 一场积极的挑战 因为这一切都是 主允许的经历 和试验 因为他爱我们 让这些苦难 来吸引我们 去淡淡的爱他 你看呢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没有一个人 像彼得这样的经历 怎么说呢 因为 耶稣没有问其他人 你爱我吗 三次 对吗 耶稣也没有 因为耶稣特别爱彼得 因为他是一个 敢 敢表现的人来的 他敢在人面前 说 就死 我要跟他一起死 结果他失败了 上帝都知道 我们的软弱 不管你跌倒多少次 你失败 对主的承诺多少次 没有做到 但是上帝都知道 你还是有希望的 跟你旁边讲 你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你 假如我们遇到风暴雨 暴风雨 便站立不住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主使用 如果当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 都陷入困境 我们属灵生命 就土奔我解 那么我们对主真的是没有用处了 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放弃了 那么我们对主来说 也没有毫无的价值 所以兄弟妹 你将来是否对主有没有用 完全依赖 或者依靠你 现在对主有没有一颗 自着的爱 这个爱是不会半途而废 退缩去 我常常讲 福建话有一句话 曼梯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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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鼓励你 你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提起 你可以自着的 那就是深深的爱主 当你深深的爱主的时候 绝对没有吃亏的 因为主一定回报你的爱 主一定回应你对他的爱 OK 所以我们看到 爱啊 兄姐妹 绝对不会在 sorry我应该留 我忘记按了 OK 是 OK 接下来 爱绝不会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 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这就是主为什么一次 两次 回头来问 回头说 你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你看耶稣回应说 你爱我吗 然后彼得回应之后 说你来跟从我 意思说 耶稣要跟彼得讲一句话说 你不要看别的东西 你就单单的来跟从我 不是你有给我多少时间 你做多少事情 而是你来跟从我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艰难事业当中 过了头 现在你来跟从我 爱不是意味着 你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 过着基督徒的名 去教会 去承担基督徒的工作等等 对主的爱 也不只是这一些 主说你爱我吗 他用的词 耶稣用的词 你爱我吗 跟彼得说 主我爱你 这个爱啊 两个词 虽然都是爱 但是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当耶稣问 你爱我吗 他在问 你的爱是什么的质量 什么quality 什么内容 你爱我吗 主首先发出 一个爱的挑战 接着向彼得 体验爱的表现 然后 耶稣三次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这两句话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的羊 我的 不是别人的 爱的对象 不只是侍奉 也不是工作的本身 我们可以爱讲道 爱工作 爱沉迷于 侍奉神 但我们也可以爱 基督教的系统 爱基督教的组织 爱基督教的活动 可是 我们可能 可能在这个里面 我们找到很大的满足 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这些都不是爱的对象 爱的对象是应该主 主耶稣他本身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 教导 讲道 忙这个 忙那个 并且你以为你在为主做 但是 让我 让我们摸摸我们的心 我们真的是因为 爱主而做吗 这是我们的动机吗 我们站在台上的时候 在领唱 在 助唱的时候 你真的是为主而唱吗 还是为了要人看到 哇 你的身体真美妙 好像天使那样 你是否是因为 只要是主的事 你就愿意很认真的去 尽你所能的 付上全心 的代价吗 我们真的会因着人对主的真心 的爱而流眼泪吗 真的会因为他关切的事情 而流眼泪吗 为什么要流眼泪 你问我 我告诉你 因为有眼泪的爱情 是绝对不会作假的 讲我爱你很容易 讲我爱你很容易 流着眼泪说 主啊我爱你 这才不错 不能骗你 你可以对人讲 对以后啊 看看你的老婆 看看你的老公 看你的情侣啊 如果他能够跟你讲 我爱你是流着眼泪的 这个人是不会讲到哪里 他肯定是爱你了 接下来看 主耶稣要我们审查自己 是别人劝你的呢 还是别人猜拳你去的 你所做的是否是从灵里 和真实诸恨在意这一部分 他把一切都建立在这个根基上 爱的体现就在于我们所关心的 是不是主耶稣本身 我们继续来看 爱的 爱的 限制 圣经告诉我们到第十八节 十八节讲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年少的时候要束自己的袋子 所以往来戴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稍微告诉你的背景啊 彼得到最后 他很爱主 爱到一个程度呢 他也是钉十字架 跟耶稣一样 钉在十字架 为耶稣而死 可是 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对那个 将他钉十字架的人说 我不配 像主耶稣这样上十字架 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 他十字架是倒转来钉 倒转的 OK 所以呢 彼得到最后 他回应了主耶稣的爱 神之上十字架 爱呢 兄弟妹 爱会使你 做 以前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因为爱比喜欢 更强的 爱是比喜欢 更强的一个东西 你将会被另一个主人来管理 你不再受你自己 你的兴趣 你的嗨 你的嗜好支配 因为有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被爱掌管住了 就会做出爱 做许多的事情 都是他以前 为成所 为做的事 当爱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 你的道路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任意忘形了 在属灵幼稚和不成熟的时候 人们总是自己做主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 但是 灵命成熟的时候 就不会随着自己的心愿 方向走了 而是走在另一个主人指点的道路上 当你有成熟的爱 长大成人之后 这一切都要脱去 不再凭着自己的偏好 去选择 也不会再像属肉体的人 那样去做事情 爱 让主耶稣 愿意走上十字架 耶稣在 克西玛尼园 那个晚上 他很沉重 其实他有这种选择 他在祷告 圣经讲 他祷告的汗水 那汗水流出来好像血一样 就是说 汗珠如雪一样 就是 他流汗流到出血 他是知道他要上职架 不只是上职架那种痛苦而已 他是一个圣洁的神 他要背负千千万万 所有人的罪在他身上 今天要一个从来没有犯罪圣洁的神 要忽然间变成全世界最肮脏的一个人 一个神 那个痛苦比他上十字架的还要难 他可能可以选择不要上十字架 他还是仍然圣洁的神 荣耀的神 可是他愿意放下 他荣耀的身份 因为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走上十字架 那个晚上 主耶稣说一句话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天父你的意思 而去行 没有人能够为着肉体上的舒适 而选择这条路 也许你想会逃避有时候 但有始至终 你还是会走向十字架 现在彼得身上有这么样一个强有力的掌管 他愿意伸出他的手 愿意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被人带到一个地方去 这就是由那个耶稣 他的主人 由于爱的掌管 由于那成熟长大的爱的力量 圣经跟他们说 耶稣说你去牧养我的小羊 这个小羊不是指着小孩子的小羊 不只是主日学 你去照顾主日学 做主日学老师 不是那种的小羊 小羊也指着是牧养那些 不愿意长大 不成熟 属灵成长很缓慢 很迟钝的人 也是牧养小羊 我看 上帝有特别的恩典 而慈爱 你看我手上上帝给我的都人 我很开玩笑 我常常argue精神的自嘲 自己拿自己来开玩笑 你知道吗 我对我的新港的兄弟妹说 起码你们还好 我现在还有鼓手了 不错 虽然是很简单的打法 但是有鼓手就不一样 有吉他有keyboard 你知道我的新港教会是清唱的 你完全是没有音乐的 唱的时候一刻别 而且整场十多来人 十二三人 真正在唱只有三个人的声音 我的声音 还有领唱的声音 还有一个back up的声音 然后我常常鼓励 我的兄弟妹说 你知道吗 你在新港教会 你是独一无恶 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走出去槟城 看看哪一间教会 还在清唱的 除了新港恩殿堂 你看 你连清唱你都唱给上帝听 上帝有多么的感动 当我在做这个 该转一转 这个问世 问世 求平安 这个事工的时候 上帝带来所有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人 以后 新港就会 教会 新港教会 就会成为 新港 问题恩典堂 因为都有问题的人 在里面 但是 如果这些问题的人 我们不去 handle 不去照顾 那教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大家都穿飘飘飘飘飘飘啊 高兴 星星这样来 然后那个有问题的 我们从来就不理他 所以 我们都看看 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希望你也记住 我这个是我坚守 信耶稣 我知道为什么上帝会用我 上帝会使用我 因为 我的心态 是这样 我常常在服饰里面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我不选择我喜欢做的事 我是选我应该做的事 你要看一个人成不成熟 在主里面成不成熟 他在服饰上成不成熟 你就从这个态度 你就能看得到他了 你是选你喜欢做的事吗 还是选你应该做的事 爱让你去做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这样 我不愿意那样 我不愿意那样 我在干部门又多好啊 我这么大的教会嘛 我这么 这么还有人给我掌声 我这去那边教会是什么 我可以选择 为什么选新港呢 因为没有人要去 主啊没有人去 派我去吧 我没有说 主 猜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 阿杰 我在这里 请差遣 Joanne 我没有这样 我说 主没有人 我去 当你 当你爱主的时候 你愿意做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当你爱主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现出 你愿意为主多走一里路 爱能让你多走一里路 Amen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问题 我把我要结束了 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你 人呢 可以因为爱耶稣去服事 但假如因服事而去爱 而去爱呢 你就大错得错了 不一样哦 看到这个不一样吗 你爱主 所以你服事 但是你为了要服事 要参与这个 这个岗位 要参与这个 这个活动 这个服事 而去爱呢 我因为我爱唱歌 所以我站在 那个 那个 拿着麦 因为我爱唱歌 他不是因为爱主 所以 人可以因为爱 你为爱主 你会为主做很多东西 我是一个无音不全的人 我常唱歌跑梯走音的 但是如果 但是我有几次我注意 当我深深投入 哇 很享受的敬拜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完全都没有走音的 啊 极好你了 不一样的 真的是 不管你有多少天 先天的条件 足不足 但是你为了爱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上帝都会祝福你 加添你力量和恩典去做 Amen 爱是必须一种 发出内心 对主自己 以及主一切的爱 而不是工作 不是服事的爱 这爱的目标 除了主以外 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牧师今天问你 太年了第一年 第一天 第一件事情 你爱我吗 不是你爱我 是你爱耶稣吗 耶稣在问 你爱我吗 如果你爱呢 你会再 你会把爱体现出来 如果你爱主的话 你会限制你自己 不只是做 喜欢做的事情 你也愿意做 你自己不觉得喜欢 但是你愿意为了爱 来为主做的事情 Amen 让我们站立起来